好 还有在选择焦点部分要来关心是民进党 今天开始一连三天针对了高雄台南跟嘉义三个县市的市长参选人 要进行的是电话民调 今天哪个县市拔得头筹呢 要把时间交给记者陈嘉文来告诉大家 好了 主播民进党从今天开始一连三天 要针对高雄台南还有嘉义县市来进行电话民调 就在刚刚党中央抽出今天晚上要电话民调的县市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抽出的选区是嘉义县 第一个县市的民调呢 预计在今天晚上就会进行 那初步的结果呢 就会在明天下午之前揭晓 那这一次呢 这么受到关注就是因为台南高雄 还有嘉义三个县市呢 参选人的民调基本上都是五五波的拉锯站 甚至呢地下赌盘也竞争激烈 让整个气氛呢还没民调就先紧张了起来 那民调结果呢 会先让参选人知道之后呢 就会进行封存 到时候3月14号由中职会来进行正式的提名 以上是目前最新情形直播 好 这是在民进党的电话民调初选部分 在今天是正式开炮了 不过今天在立月有个新话题 大家在讨论是台湾在国际间又被打压了吗 因为在瑞典的税务局部分 2月28号建公告 要把台湾的国民改成台湾中国的一审 这让蓝绿立委都怒了 而这个话题今天也在立院是持续发酵 目前最近情况如何 要把时间这个记者专会期告诉大家 好的 主观观众 iNews国会风云为您掌握立法院的最新状况 在228当天 瑞典的税务局的官方网站上面 把台湾的名称 以名称错误为由改成了台湾中国的一省 那么这个就牵涉到是不是矮化了台湾的国格 那么引发外交部的抗议 那么蓝绿立委也针对这个事件都做出了回应了 来听听蓝维怎么说 当然不能接受 那我意思是说这个就是显示 蔡政府对于两岸的政策 只有处在幻化的阶段 全部是束手无策 束手无策 好 我们可以听到连蓝维都说是 没有办法接受的 台湾人民不接受这样子矮化国格的一个作为 那么其实呢 他们还是把矛头纸上是受到了中国的打压